而县议员魏嘉贤则是关切取消内测车道进行机车和机车代转 以及下链嘉年华和红面鸭活动的创新 还有北宾外环自行车步道开阀 以及新建图书馆选址等方面 来向县府观光处和卫生局、环保局、文化局来提出咨询 华联下链嘉年华或红面鸭活动再次成为咨询议题 认为每年如一了无新意 魏嘉宴建议县府将演唱会主题化 洛伊勤许可也可邀请国外歌手来台演唱 不要只是套用成年公事 随后他也向卫生局、环保局提出清洁消毒的次氯酸水瓶装 民众勿当银水使用 建议修改包装 关于新建图书馆选址 文化局长者表示 未来不一定会选址在你来广场 新建图书馆也将会朝24小时经营 期盼给民众来到成品享受阅读的感觉 办了13年了 里面的包括我看每一年都是一样 那你有没有发现旅客在凋零 就是去听的这些夏令嘉年华的旅客在凋零 甚至本地的人也慢慢渐渐的变少 他的盛况已经不如以往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是 在活动的规划上我们还会再来检讨 就是针对我们大型活动的包括夏令嘉年华 而且红色小黄色那个红面翻压 那已经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那其实在很多的民众眼里啊 其实比较了无心意 那也趁这个时间那也跟座长做讨论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形式上 内容的实质的变化以及创新 然后也可以拉更多的旅客来 对于演唱会的内容包括 可以做比较怀旧的部分 以及在地的部分 那还有刚刚也跟环保局局长 还有我们的卫生局局长也做一个讨论 就是我们现在发的这个水神啊 那其实真的有民众误喝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送这个消毒的水的同时 那也希望做与瓶子不同 能够做个跟那个矿泉水的瓶子不同 因为一般来说 其实有的人没有一稍不注意就把水神喝下去了 那当然其实刚才卫生局局长也讲 那其实如果喝下去的时候 请赶快去医院看有怎么样的处置这样 赶快跟医院那个医生说这样 那也希望说 也刚才跟环保局长讲说 未来在送的时候呢 用不同的形式的包装 来让民众知道这是不能喝的 不然它跟一般矿泉水是一样的 县议员魏家宴并向华联县府观光处建议 评估华联县取消内车车道进行机车 新北市桃园市因此车祸造势率下降 另外在路口窄小的中正中山中华等路口 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 另外向两坛自行车道各区域主管机关模糊 渴望透过都市计划将其化设为道路用地 让警方各有法源依据 取利机车闯越等现象 记者蒋邦彦华林氏报导 欢迎订阅 请便订阅